花莲的七星潭 有财团计划在距离海岸线100公尺的地方 新建一个占地4公顷以上的度假村 那么到底会遭逢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事实上之前我们就特别提到了 在这边呢 美逢虽然是有100公尺 但是美逢呢 在这个尤其台风的时候都会有暴浪袭击 2002年跟2005年都曾经发生 而且甚至还造成了死伤事件 再加上这边的海底的地形陡降 那么侵蚀非常严重 那么长期受到海浪侵蚀之后 腹地不断的线缩 所以呢 这边是学者眼中的一个所谓的地质敏感地带 既然还有活动断层经过又有海浪侵蚀 所以学者的建议是应该要维持所谓的低密度利用 甚至还要给列为自然保护区 没想到呢 现在又有这么一个大型的开发计划 相当让人担心 万一大责任力量再次的反扑 这个过度开发 过度让大地负担的苦果 又要由全民来承担 海边的凉亭 瞬间被大浪吞噬 惊险的画面似乎在提醒我们 拥有美丽风景的七星潭 其实有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让打上去是把那些石头推上去 就好像炮弹一样啊 有的石头像这样子这么大的石头都会 飞到那个围墙 空军围墙旁边啊 回想台风来袭时 石头变炮弹的那一幕 居民心有余悸 而常年受到海浪侵蚀 七星潭海岸线快速退缩 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七星潭的海 它是后退了一百多次 如果要在这里做一些的开发 做一些的人为的 做设施的话 其实对整个海岸的影响 非常的严重 七星潭的地层年轻 敏感又脆弱 还有三条活断层经过 其中米轮断层 甚至是花东重谷北端 抬升最快速的活动断层 七星潭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是应该要把它 列为一个自然保护区 那么为什么呢 以全台湾来讲 不要说花脸 像这种特殊的地质国造 可以说非常非常至少 地质的改变 海街地形留下明显证据 在学者眼中 这里十分合适设置自然保护区 而不是引进商业化的 大型开发 花脸可以说有全世界最珍贵的 大地构造资源 七星潭只不过是其中一而已 一向天开 我要开发要怎么样 一小十大 这个是护医子孙 话说得重 是希望人们重视大自然 发出的怒吼与警讯 不应该逆势而为 而引进大型开发 难道就能吸引游客的目光吗 从外国来的游客 不这么认为 你看我的孩子 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以一个旅行的角度来看 我们是希望找一些 我们在城市里面所没有的 而且你知道 现在都很城市化了 很多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应该保留下来 会比较好 七星潭的美丽与怒吼 提醒人们一定要趋吉避凶 用谦卑的态度 与大自然共处 否则苦果将由全民承担 我们下期见